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百事大干点 我是主持人丽青 更多更新的独家视频 上百事TVAPP 关注只有独家 今天的独家视频 我们来关注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 相逢时节 又像亲人 在剧中 贾乃亮饰演的田津野一角 是简红成和宁幼的大学好友 在化解两家机怨的过程中 他卖力奔走 倾力相助 如果您对于贾乃亮的认识 还仅限于那个综艺节目里面搞笑的亮亮 那么在这部剧中 他表现出了一名优秀演员应该有的实力 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贾乃亮 相逢世界中贾乃亮饰演的田津野有情有义 为这有两肋插刀 这样的兄弟谁不想拥有呢 肯定就大家看起来 谁都希望自己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兄弟 为朋友 这样能够就是 能够付出很多 然后有这样身边有这样的好的朋友 能够去有感性 然后你做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义无反顾地去支持你 帮助你 然后又像亲人 又像哥们 又像家人 就是他背后有人 让人怂恿 放心 这事儿啊 交给我 查一下张立新这一个月接触的 可能对立新集团图摸故鬼的人 虽然是戏中人 但是蒋乃亮却觉得自己和田津野的个性 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极度感性 然后有的时候做事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冲动 这让你还好一点 还有就是你会发现 田津野这个人其实挺乐观的 但是再乐观的一个人 他不可能一生中一帆风顺 那么就是不管你是在这个事业上啊 还是在朋友之间的这种 这种这种事情处理的方面 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就是他没有选择消极 他选择了一种非常积极的状态 那么在这种状态里呢 你身边也会有很多的朋友能够陪伴着你 新房的钥匙 建议你选一个良辰吉日搬家 手机都激活了 随时联系 我亲姐 走了 一方面是与主人公在性格上有着很高的契合度 另一方面是与搭档们的默契配合 使得贾乃亮对田井野这个人物的把握更加游刃有余 演起来也毫不费力 看完之后没有做太多的功课 我觉得就是在角色面前任何的功课 都让我觉得可能真的拍起来的时候 你此时此刻此景 包括跟对手给你的刺激 跟你想象中都是不一样的 是个狠人啊 如果财哥在找麻烦的话 牛和他妈很有可能受到牵连 要不财哥那边你接主一下 不用 你怎么想的呀 你不是最怕您又转进来吗 其实每一场戏都非常非常的 他跟我还挺卡扣的 能卡在一起 然后每一场戏都非常的走心 都非常的走心 我绝对没有在演 没有想到他是一个 就我在拍戏这一刻 雷子也是一样 你看我们就拍了的时候 导演很多 导演我们从来不就是很少走戏 几乎不怎么走 你词下来了吗 你词呢 下来了 那你来吧 导演说来吧 来来来来 剧中田青野 锦红成 宁佑 是关系清静 时常帮着对方出谋划策的铁三角 而在实际生活中 贾乃亮和雷佳音源泉 也是相识多年 无话不谈的老伙计了 戏里戏外相应成趣 让片场发生了不少 让贾乃亮至今都印象深刻的故事 我全姐 雷子 就在这沙发上 我在下面蹲着 雷在那边又瘫着 全姐很熟悉的坐着 三个人演戏的时候 因为喝啤酒嘛 就是我喝的多了一点 然后我们就吐露心声 就是说 大家在一起聊小时候 聊感情 聊亲情 聊友情 聊这些年 大家一起发生的事 所有的经历 聊生活对我们的这些冲击和不公 聊着聊着 拍着拍着 喝多了 我不知道那个啤酒 原来劲这么大 就喝到最后 就是从20句 记到10句 10句词记到5句 5句最后 action开始的时候 一句都记不住 然后雷的完了 这鞋了 这场戏拍不了 你真喝多了 别耍一下 你还不好意思呢 我什么不好意思 你别耍 姐 当年她在深圳怎么说你呢 你知道吗 我没有 我说什么了你就没有啊 她说啊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狠心的女人 我也觉得是 真的 哎 我劝过呢啊 我劝她把你给忘了 她就是忘不了 挺不好意思的 但是大家作为演员都理解 导演也很理解 没办法 就是你 你还要在一种醉的状态 我为了力求真实 我还是 因为你醉的状态 你就要喝多吗 你演起来的时候 每一秒 每一针的感情 都是真实的 在剧中 贾乃亮和雷佳音的对手戏 是最多的 在表演的时候 两人经常会给导演 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 很少有这样的戏 好朋友能聚在一起的 瞬间搭成一个班子 就不需要任何熟悉的过程 因为大家在一起演戏 经常消场 然后但是又会出现很多 生动的东西在里面 就是 这连设计都设计不出来 在 开机的时候 就没开机 俩人我跟雷佳聊天 就已经开始开机了 就大家经常会 我俩 就开始聊 瞎扯的时候 就已经开机了 当然说 这段我用了 前20秒 觉得特别好 这状态 比你们正习都好看 可能这些都是想好的惊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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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喂你的 还要自己来吃 甜甜蜜蜜都吃得好吗 姐要我喂你吗 喂我自己吗 夹鸡头夹鸡头夹鸡头 有很多身上的优点 值得我去学习 他不太笑 这个年纪该有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状态 我指的这种状态是 他看透很多事情 很明白 他是个大明白 但是呢 看破不说破 他只对他 希望这个人 好的人 才去说 就亮亮 他永远就挂在嘴巴 亮亮 我是爱你的 你知道平时我不说 就是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因为这种多讨人闲啊 我说你应该 你应该 你应该 但是他看到的时候 他觉得亮亮 我真的希望你好 肖逢时节已经接近尾声 贾乃亮对于田景野 这个人物的生动演绎 收获了观众的一致肯定 这让他倍感压力 坦言 唯一能够回报给大家的 就是下一次做得更好 可能更多的就是 跟好的演员 好的对手 好的制作公司 一起合作一次之后 你会从不同的维度上 让自己成长 不会很单一的 觉得 就是可能对你 每个人对表演的认知 不太一样 那你会去重家之场 让自己不断的去成长 记者邵春丽 编辑报道 我会去成长